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詞曲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自一個叫做WalletHub的一個財經網站 就是調查了182個美國的城市 看看哪個城市是最好玩的 他們定了有幾個原則 有三大類有66項的指標 這三大類分別就是娛樂及休閒 夜生活和派對 以及生活娛樂成本 頭那兩項各佔40分 生活娛樂成本佔20分 總排分就排名了 排頭五位可能你都去過 我就去過了 第一位就是拉斯維加斯 第二位就是奧蘭多 第三位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紐約 第四位就是馬阿密 因為熱浪有一年打入總決賽 我就去了廣坡 那裡的陽光海灘很棒 然後就去過芝加哥 第五位就是芝加哥 拉斯維加斯有沒有紐約這麼好玩呢 拉斯維加斯夜生活很多 有很多東西都比紐約好玩 但是如果整體來算 紐約是一個城市 拉斯維加斯就是一個島城 這裡有很多生活上面的東西 很多景點 我覺得紐約是最好玩的 你同不同意嗎 或者你有什麼親戚朋友來探望你的時候 你會帶他去哪裡玩呢 佛羅里達州 你去旅遊就好 如果長住 你都比這個好 悶到死 不是悶 哇 下雨的時候 一天下幾場雨 下兩項蟲冰泡 嘩 那如果不是那裡的植物 怎麼會這麼繁茂 要有些雨水 你以前那時候 你的冷氣不是冷氣 是秋濕的 是很濕的 是 所以你住來住去 我在美國有很多的城市都去過 都是紐約好 你拉斯維加斯不是說不好 你如果是去幾天 你又有錢花一下 喝喝吃吃看一看鬆 就和朋友 OK 但是住來講 說什麼賺吃 各方面 始終來不開紐約 你說玩呢 就看看哪個人的需要 如果是總括來說 我都覺得紐約是比較好的 又有好東西吃 又有多餐廳 又有多生活 價錢又高一點 可惜 酒店就更加超貴 Horlando就適合小朋友 因為有個滴滴滴滴 滴滴滴 在這裡 還有 另外那個 那個 摩托斯那裏 摩托斯那裏 大人也很好玩 那芝加哥有什麽好呢?那些建築一落 看建築人士最好 我感覺都是紐約起碼都是大都會 但是我自己生活在三藩市 我就覺得三藩市非常之方便 對我們這些老人卡 我們也是拿著老人卡哪裏都可以 有地鐵、有電車 有,又有地鐵、路面巴士 又有輕鐵,很方便 謝謝你,我真的很喜歡三藩市 三藩市的天氣也好 也好,好像你們天冷 又冷到不得了,我們又不冷 一件衣服,三件衣服都可以 當然紐約市是最好的 是嗎?你也覺得是嗎?所以你在這裡住 是呀,所以你叫我去住 你叫我去大個州住,我就不去住 不住,玩一下都可以 是呀,去的,夾一夾 真的有些悶到死的 還有呢,這裡有多東西玩 人又多,找工作 找工作又多一些工作的機會給你 還有福利又好些 比其他州福利好很多 嗯 其實呢,紐約呢,如果你用單車踩 在FDR那邊,面向FDR 左手又有地方踩,右手又有地方 那些景色呢,是漂亮到 人家問我,究竟你在哪裡 其實我就是在紐約 OK 還有真的很感恩的就是 弄多很多單車 雖然對交通不是很方便 嗯 但是對我們踩單車的人來說呢 是很感謝 OK 還有八月份呢,有三個星期呢 是封街給我們踩單車的 是很好的一個運動 是很享受的 是每個每年我都會感恩 老實實說,你住慣那裡 住慣那裡都覺得那裡好的 是,對 只是說習慣而已,生活就 嗯 比如有親友來我們,教我們 哇,我們一年去幾次,哪裡 迪士尼,環球影城 是 拉斯維加斯 嗯 駕去荷里活 是 如果走遠一點呢 駕車去三藩市 嗯 那三藩市 不是一直去到三藩市 在三藩市 就是之前很多站的休息 去丹麥城 去沙加緬道 去勝河西 有很多地方去玩 嗯 然後到三藩市 在三藩市住一兩三天 這樣就可以用了整個星期的時間 OK 嗯 所以每個地方都有每個特色 好,那今天的時間就到此為止了 很多謝大家的意見 很多謝大家的電話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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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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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